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位于10移动平均线附近 R1找到7个确认 R3得到20移动平均线 一个12年低点和其他匹配的支持 R2带有两个匹配 包括一条心理水平线 S1是得到最多确认的支持线 带有14个研究 S2带有三个匹配 包括价格通道指数下限 S3带有两个匹配 包括布林带下 英镑美元大多层横向盘整 目前位于R1 1.6230以下 S1 1.6200以上 最低阻力线可以看到9个确认 R2带有四个匹配 包括10移动平均线 R3带有20移动平均线单一确认 S1得到六个匹配的支持 S2带有五个研究 S3带有布林带下与三个匹配 美元日元可以看到有限的运动 交易受限于R1 107.40与S1 107.00之间 R1带有11个研究确认 其中包括价格通道指数上限 其他两条阻力线分别找到两个匹配 R2带有布林带上 S1带有六个研究支持 S2得到五个确认 包括10移动平均线 位于一个四年高点前 S3找到四个匹配 最后一组带来的是美元锐郎 目前交易接近于阻力线 0.9370与支持线 0.9340之间 最低阻力线找到九个研究支持 R2带有三个匹配 包括价格通道指数上限 R3带有一个12月高点 与两个匹配 最高支持线找到13个确认 S3带有一个6月高点 与五个研究支持 S2得到两个确认 包括20移动平均线 这就是周二的支持与阻力水平报告 明天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 关键价格水平概述 再见 Bye for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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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